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聯新聞一分鐘 這節節目也不知道是否應該是好消息 很久沒見了,大家看到蓮家特 蓮家特終於有些比較實正的可能的轉會消息 大家不知道是否知道,老年蓮美斯 合約在最後六個月,理論上到暑假就完約 當然,萬聯還有機會或可行性去自動續續一年 現在一月轉會槍,有球隊對他有興趣,希望租借他過去 而那隊球隊剛巧巧,飛機撞紫妖就是剛剛輸給我們的石飛聯 蓮家特剛剛這個星期就28歲了 已經租三個月沒有踢球 今季唯一上陣過一場就是聯賽杯 石飛聯領隊Chris Wilder根據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理解 跟蘇石澤談過 一如有沒有可能租借他過去,快要開轉會槍 今年石飛聯,大家都知道什麼環境 相當相當差,開局開得 到現在還未贏得波子,只和過一場,只得一分 但其實石飛聯的球隊,大部分球員 一直由英格蘭的底層聯賽慢慢打上來 其實蓮家特也有類似的經驗 因為他在外借的時間,曾經去過里斯特城、法明漢 白麗頓和打比,當時這些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低的球隊 直至2015年回到曼聯才慢慢成為一隊的球員 石飛聯其實不是沒有花錢的 剛剛的暑假反而花了五千多萬,花了四個球員 反而現在情況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這個租借最大的問題就是 蓮先生 畢竟都十萬磅周身 石飛聯應該就比不起 所以 可能我們也要津貼一點 如果真是成事的話 剛才所說,蓮先生只剩下六個月的合約 究竟 你知道 Weber最喜歡什麼 踢著那一年的自動借的條款,希望 在一年之內可以賣到他,拿回一些轉會費 說真的,看他的樣子 這個 預依算盤 我就覺得一定打不響 不如 明年讓他離開 因為我也相信 如果一年離開離開的話 肯定有球隊對他有興趣 當然 大前提就是他要減薪 OK 老實說,今年到現在他也只是踢過一場 就算他一月之後留下在曼聯 還有沒有機會上陣 都應該是比較問變 之前曾經傳說,熱次對他有興趣 結果也是不成事 摩聯奴就否定了,會找他熱次幫忙 其實看回蓮先生 這也是一個非常 難忘的故事 大家想想 2018年的世界盃 他還是代表英格蘭國家隊 他也踢得相當出色 但是自從2019年6月 歐國聯的決賽 之後 他就已經 再未能夠入選國家隊 就算曼聯 兩年時間 都可以入得 三個入球 所以呢 作為一個前線球員 他真的 可以說這幾年都很嚴重 老實說,我們作為曼聯球迷 但也看到 其實 領隊 無論是之前的 摩聯奴 或者蘇斯特查 初初來到 都給了不少機會 但是始終他踢來踢去 都不太能夠踢 也有時候 難怪 領隊 要放棄他 我自己也相信 如果他去英超中下游 或者去歐洲 其實他還可以踢 他絕對未完的足球生涯 但在曼聯 他要再踢 他 就應該 Cas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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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